怎么了 怎么了呀 是欺负你了 我被SG剧了 为什么 我也想不明白 我明明表现挺好的呀 好好想想 是不是面试的时候 疏漏了什么 不会啊 我面试的时候 看他们表情都挺好的 再说了 就算有什么疏漏 他也至少告诉我 悖剧的理由吧 你是不是得罪 哪个面试官呢 我都是第一次见他们 年轻人还是不要盲目自信的 之前我们在星辰 聊合作的时候 我见过他 他这个人吧 看上去就冷冰冰的 而且看我的眼神 也奇奇怪怪 女的吧 同性相侍 我SG不会这么草率的 不行 明天我得去问个清楚 大表姐你就让他去吧 他不问清楚晚上都睡不着觉 对啊 这是等价访谈的几个基本要点 就我们最近收购的几个应用 谈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 像这几个问题 就交给你来回答吧 许总 你怎么来了 许总监 人事部没通知你吗 我就是接到了通知才过来的 我通过了贵公司的前两轮面试 评分都很高 自认为三面也不错 却被薛总监给淘汰了 所以我想过来问一下 我到底是哪里不足 日后我也好有所提升 他被淘汰了 对 面试结束之后 我向清晨的乔总监确认过 他说夏小姐是因为 无法胜任运营部的工作 而被辞退 辞退 怎么会是辞退呢 SG一向诱人谨慎 但二上有不良记录的人 通常守面就会被淘汰 你之所以能通过两门面试 只是因为新晨那边的 档案更新速度太慢 我明明是自己主动离职的 关于这一点 我不能只听信你的一面之词 除非你能给到 我有效的离职证 许总 我的决定没有问题吧 从程序上说 确实没错 程序 我之前在新晨的工作成果 你们两位也都看到 至于乔总监为什么那么说 薛总监你应该心知肚明 难道程序真的比真相 还要重要吗 当然不是 重要的是结果 如果真如你所说 你是被人陷害的 那也只说明 你这几年的人事关系 处理得非常失败 自我保护意识不足 以后 你要学会看人 薛总监说得没错 任何的空话都没有意义 重要的是如何让新晨 收回他们的诬陷 把辞退记录消除 如果新晨可以消除我的辞退记录 你们两个是不是就要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 当然 面试已经结束了 人事在十二点之前会确定录入名单 现在是上午九点半 也就是说你还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去确认自己的清白 好 我证明给你们看 这道别朋友 就好